来看社会新闻 雪狼儿施拉秧今天凌晨爆发警匪枪战 三名准备行窃的罗兴亚人 遇上巡警之后做贼心虚 直接向警员开了三枪 但是指命中警车 警员则是迅速将匪徒击毙 以除后患 初步调查发现 持有联合国难民卡的干案团伙 从11年前就开始活跃 在半岛六个州 犯下超过50宗抢劫案 涉案金额超过百万令吉 三名罗兴亚籍劫匪 凌晨出门干案碰上巡逻队警员 不仅拒绝盘查 还直接朝警方开了三枪 结果反遭训练有素的警员 开七枪制服 三人齐齐重弹身亡 雪兰儿总警长拿督胡申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警匪交火案今天凌晨12点半 在施莱阳在野SJ7路发生 八名警员在击毙匪徒后 从他们的Fort Fiesta轿车上 发现了两把手枪和一把八冷刀 相信事发前才准备干案 当局后续调查发现 三名三十多岁的抢匪当中 有两人持有联合国难民卡 另一人则是前科累累的罗欣亚人 团伙从2011年开始活跃 拿督胡申相信 这个名为Gang Rantau Fiesta的团伙 过去12年在雪兰儿 吉隆坡 马六甲 森美兰 彭亨和槟城六个州属 犯下超过50宗破门警窃和抢劫案 但是在雪州就有27宗 损失金额高达130万令吉 团伙主要盘踞巴都吉 施莱阳大巴沙 乌鲁雪兰儿以及乌鲁银 警方目前还在鉴定其他脏物下落 同时调查匪党是否还有其他成员 当局援引刑事法典307企图谋杀条文 调查案件 酷患 上司场 相知 Roosevelt 山尾 有hus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